来大圣别院体验生活的富二代小胡 夜里被爬到床上的一个蜈蚣给惊醒了 蜈蚣 这下来讲几天雨 放了 放生了 就饿死了 太饿死了 能够在院子里面坚持 一两个月确实是不容易 像这里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是什么原因 能够在院子里面坚持 一两个月确实是不容易 像这里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是什么原因 能够让你坚持这么久 无忧无虑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感觉 你先请我吃饭 对 就这感觉 行我发话差点 我都死没活 说我干话 我要努力了 站起来 不想了解第二个问题是 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够 就是每天请黄毛吃饭呢 然后 你问我 你问我 照顾照顾照顾黄毛一个多月 这什么原因 就是你就是想去帮他 那我还可怜 看他感觉没有问题 看他就有一种 像黄毛的话 很多粉丝都了解黄毛的性格 为人 他记得也还不了 是什么原因 处死你 处死你每天都请他吃饭 除了这个原因 还有别的原因 他差点吃饭 还有看他可怜 看他可怜 看他可怜 就这样 嗯 吃不好吃 看他 看他他住在挂鼻房 我一进去以后 我闻了那个烟味 嚼臭味 还有个 还有个 各种各样的臭味 看他还住在里面 觉得很神奇 抱他一下 就是再坐下去 变成 跟跟 跟黄毛 跟我们一样的人 担不担心 不担心 不担心 他家里属于 唯一让你觉得就是 觉得欣慰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 是啥呀 看他就感觉无忧无虑 就感觉无忧无虑的 就是 没压力了 让你也觉得自己好像也 也也无忧无虑的 没有烦恼 对 是 可以可以 我每天拍聊天 不要说话 看看我们是要 多拍一些 正能量快乐的事情 让粉丝看到了 让粉丝看到了 放松快乐 是吧 多拍一些快乐的 不 不 感谢观看